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做一套DIY穿珠的银首饰 分别是颈链、手链和戒指 今天的设计中会有很多的三角形元素 制作它们非常简单 我也会在视频中加入比较好理解的文字讲解 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我会用到的是FIRLINE 专业的穿珠线、剪刀 拖后的11号银色米珠 还有银管珠 闭合的项链环和一个项链扣 两个穿珠针 所有产品的信息也会在视频的信息栏里面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手链 剪下90厘米左右长的FIRLINE 捏住线的两头 让线在中间对折 连接固定项链环 线的两头各自穿上 穿珠针 两边的线一起穿一个米珠 然后我们来制作第一个小部分 那么有简单的八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两边各穿一个银管珠 一个米珠 第二步回穿五个米珠 好 第三步 回穿一个银管珠 第四步 两边各穿一个米珠 第五步 第五步 再次回穿一个银管珠 第六步 再次回穿五个米珠 第七步 第七步 两边各穿一个米珠 一个银管珠 第八步 两边一起穿一个米珠 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小部分 接下来就是一直重复这八个步骤 来做出更多的小部分 直到得到想要的长度 我已经做好了适合我手腕的长度 然后用一边的线穿上项链扣 打三个结 要确保足够紧 不会松开 用一边的针回穿几个珠子 这样可以让刚才的结 不会太明显 另一边的线也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 这样第一个手链就做好了 如果做得足够长 也可以做成净链 就是照片里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来制作第二个手链 我需要135厘米长的线 先做出第一个手链 这里我已经打好了三个结 那么两边还有一段很长的线 是剩余的 用一边的针回穿一侧所有的珠子 可以看到这里两个米珠之间 有块空缺 我在这里加两个米珠 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里有第二个空缺 还是加两个米珠来填补 填补好之后 就继续穿剩下的珠子 现在到了第二个小部分这里 那么还是用同样的方式 用两个米珠来填补每个空缺 之后呢 同一侧都是一样的处理方法 把所有的空缺都填上 这部分我就略过了 好 现在我都已经填好了 把线停留在最后一个米珠的前面 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另一侧 还是回穿这一侧所有的珠子 那么这边呢 是不用填补空缺的 而是加两个银管珠 中间间隔一个米珠 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每个小部分上面都有一个多处的三角形 然后继续回穿 到了第二个小部分 还是同样的方法 在这里加一个三角形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都用同样的方法 加上三角形 我已经完成了这一侧 现在两边的线都在同一个位置 在这里打三个结 还是用针回穿几个珠子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 这边也是一样 看起来好像这个手链的每个小部分都会翻来翻去的 不过戴在手上 只要不是太松的 它们都不会乱动 也可以把中间这个三角形转到另一边 这样看起来有点不同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款手链 如果做成净链呢 就是图中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来制作两款戒指 剪下60厘米长的穿珠线 两边都穿上穿珠针 一边穿上一个米珠 一个银管珠 再一个米珠 两边各穿一个银管 两边的线 共同穿一个米珠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 把这个三角形移到线的中间 接下来呢 就是做出一个小部分 那么也就是刚才做手链的那八个步骤 这部分呢 我就跳过了 因为完全是重复 做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 接下来 每边穿一个银管 一个米珠 回穿一个银管珠 我们看一下 这样在两端各有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两款戒指的基本构架 我做好了两个 这是做好的另一个 然后我们来做第一款戒指 用一边的针回穿一侧所有的珠子 其实就是和做第二个手链一样 然后 我们在空缺的地方 填补两颗米珠 然后回穿剩下的珠子 这一侧的珠子 都串完了 在这里停下 另一侧 还是回穿所有的珠子 和我们制作第二个手链一样 不用填补空缺 而是加两个银管珠 中间隔一个米珠 得到一个三角形 回穿剩下所有的珠子 线停在这里 整理一下这一部分 然后两边的线 回穿这个银管珠 然后呢 我需要在手指上测量一下 我需要在两边的线上 穿上同等数量的米珠 让它们刚好能盖住这里 好 我已经穿了一些米珠 在手指上量一下 刚好能够盖住这里 然后回穿另一端的银管珠 用一边的针穿过这几颗珠子 使两边的线待在同一个位置 然后再继续 三个结 之后还是用两边的针 回穿几个珠子 之后剪掉多余的线 这样呢 第一款戒指就做好了 然后用另一个做好的基本构架 来做第二个戒指 还是用针 回穿两边所有的珠子 第二款戒指呢 不用填补任何空缺 两边都是加三角形 所以这里是两个银管珠 中间一个米珠间隔 然后回穿剩下的珠子 还是在这里停下 另一侧呢 另一侧呢是完全一样的 加一个三角形 在这里 然后回穿剩下所有的珠子 好 接下来就是完全和第一个戒指一样的完成步骤 回穿银管珠 两边加同等数量的米珠 然后连接和打结 这样第二款戒指也完成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几个设计 感谢观看 下次再见啦